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8个节气 双降 双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天气渐寒始于双降 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 双降节气含有天气静冷 初霜出现的意思 寒潮南下 气温极降 从双降节气起 北风的风力进一步加强 意味着冬天的开始 双降时节将会出现寒潮大风降雪 低能见天气等天气变化 届时东航运控的气象部门 会利用自主开发的增强性气象系统 及时监控各类特殊天气 并提醒各个相关运行单位做好保障 随着双降时节的来临 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东航季换季工作 我国民航系统每年都要进行两次航班计划调整 即航班换季 最主要的原因是适应部分国家东令时到夏令时的时间转换 是考虑旅客出行的周期性变化 此外天气变化也会导致气压有很大的差异 飞行标准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航班换季会涵盖新增航线 机型 时刻 航路等调整 一方面是为了安全 一方面是为了给旅客更好的出行体验 东航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准备飞去哪里欣赏雪景呢 均备飞去哪里欣赏雪景呢 现在免赏雪景帆